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公平论坛还是用这种视讯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知 那接下来大纲的部分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先跟大家聊一下医疗大麻究竟是什么 那第二个部分会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 就是CVD大麻盛景 这个就是非常棒的一本书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是一个简单的各国目前合法化的状况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就先进到第一个部分医疗大麻 那这个很常见在跟其他一般民众来讨论的时候 会不太容易区分医疗和娱乐用大麻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个我在刚开始倡议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 那目前的话 看一些书啊 然后网路上吸取一些新知就比较有一些概念 那基本上医疗用大麻会有几个这个特色 第一个是它品管是要相当严格 一些农药啊 重金属 默菌细菌的残留等等都会比一般的这种鱼热用大麻来的更严格 那第二点的部分是它是通常是一个高CVD和低TAC 这样大麻素的一个组合 那因为这样子的组合负重最小 而且疗效上也不会打折扣 那这跟鱼热用就是追求高的TAC的浓度来讲就 差别就蛮大的 那接下来是TAC的重要性 就是TAC是大麻会产生各种气味主要的原因 那有非常多的TACC 月桂锡啊 柠檬锡啊 派锡啊 等等 那这都广泛存在于不止大麻的其他各种植物 像是薰衣草 柠檬 松树啊 等等 就是这些大自然界很多很丰富的气味 其实都是跟这个TURPINES贴锡 这一类的分子有关 那这样的这些气味的分子 就是有特殊气味的分子 其实也很多都有医疗的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 在比较另类医疗的芳香疗法的部分 其实也是很倚靠贴锡的影响 那大麻当然在所有植物里面 它贴锡的比例也是很丰富 而且非常不一样 那像我们传统制造 SATIFIED INDIKA这种的分类 其实现在就有一种被挑战的 状况是他们会认为是跟 MICRIN就是月桂锡的含量有关 所以当这个MICRIN达到一定程度的比例以上 它就会比较偏向INDIKA 会让你比较想睡觉 比较镇静的这种特色 所以不同的品种 它贴锡的浓度的比例不一样 也会带来不一样症状的环境 所以这个在医疗大麻里面去探讨贴锡 的分布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第四点就是 通常在医疗大麻的处置上 它会需要持续的回整 然后还有不断的剂量调整 那这个有时候来来回回 可能是好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 慢慢的去调整作息 调整剂量 调整使用方式等等 那所以接下来就谈到一些不同的 吸收方式 那医疗大麻使用上比较常见的是 舌下滴剂 电子烟 加热烟 或者是穿皮贴片 那相对起来比较不建议使用 是传统的这种大麻的纸烟 或者是Edibles 就是大麻的食品 因为这两种状况都比较不容易去掌控剂量 那每个人在用完以后 尤其是Edibles 它的带来效果可能差距也比较大 那相对起来 前面三个这种吸收方式 舌下滴剂啊 电子烟加烟 或穿皮贴片这种 它就比较能够去合理的去掌控它的剂量 还有进入身体以后吸收的模式 所以前面这三点是比较用医疗用会常见的吸收方式 那在谈完医疗大麻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本书 这个是最近才刚上市 那作者是一位英国的医师 然后他名字叫Danny Gordon 就是一个正媒啊 就是非常厉害 他是在全世界就是自然医学 整合医学的一个权威 那其实那时候联合国的一些公约的制定等等 他都有参与 所以他的经验的确是相当丰富 那他也在美国啊 加拿大等等用医疗大麻去医治非常非常多病患 所以这本书就是他整个经验的统整 那他刚好也有一些想给大家的话 因为我在Instagram上面就跟他联络到 那他就有一小段的话想跟大家讲 我顺便就翻译一下 那就是亲爱的朋友们 就是今天大家在这个现场 想必就是想要用一些科学的证据和事实 去取代一般传统的美食 那借此也可以去更了解 就是大麻的医疗效益 还有他对整个人体的健康和情绪带来的好处 那so that if no longer exists in the shadows and can regain its rightful place in medicine and our modern lives 那借此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让他大麻 从就是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那取得在这个现代生活的一个 该有的地位和价值 这是Dr. Gordon就是这个大麻CVD圣经的作者 给大家的一些鼓励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讲的也是很详尽 前面几个章节是比较概略性在讲大麻过去使用的历史 然后被禁止的整个社会脉络 那在进而再衍生到目前科学最新的研究和证据 那后面的章节就是会主要在大麻在不同的人体系统里面造成的一些效果 然后其实他一些使用上的计量啊方式等等 他每个章节都讲得很详细 所以相当推荐大家去阅读 原本这时候是要办丑树活动 可是因为人不是在现场 所以可能我们就还是再回到到时候 我脸书粉专上再一起举行 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来到各国大麻合法化的一个比较 那这是从就是VICE News上面 一个最近的影片上面去揭露下来的 那它的名字叫The Hidden Dangerous of Legal Week 就是大麻合法以后产生的一些潜在的危险性 那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部分是在讲就是大麻合法其中一个 主要目标是要减低在黑市资金的流通 还有就是黑市大麻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那这个部分做的最好的国家是加拿大 那当然这是他们整个2001年医疗大麻合法 一直到2018年全面合法 整个加拿大的Health Bureau 他们的卫生当局做的努力 所以这个他们目前是让加拿大在消除黑市这一块 是给他第一名 不过里面也讲到目前是少 他们在第一年的合法化过程中 大概也只减低了大概50%的黑市的这个攻击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因为毕竟黑市它没有一些法规的控管 其实它成本是相对的比较低 所以在合法的市场要跟黑市在做这个竞争 其实在价格上有时候是没有那么有优势 不过加拿大还是在持续努力中 就是在把黑市的这个比例再降得更低 那在第二部分他们有谈到是corporate capture 就是被大企业垄断这个状况 那这个状况的话 加拿大反而就落到很后面 因为加拿大就是有非常多这个大马龙头企业 在掌控整个全国的攻击量 那这里面做的最好反而是乌拉圭 就是2013年最早就已经全面合法的这个国家 那第三点是social equity 就是社会的平等 那这个部分主要就在探讨当初在大马被禁止的过程中 受害最深的一些黑人啊 非洲裔或拉丁裔民主的这个 应该要把这个合法后带来的好处 应该分他们一点 那这个目前最不是分他们一点 应该是说他们应该是要占绝大罗属 因为毕竟他们那时候是受害最深的 那在这一个部分加拿大反而又是做的最差的 那在做的比较好的是一些美国的州 像纽约啊 马州啊这样子 那乌拉圭当然也是有排名到第三个 那接下来就是在医疗大马使用上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做的最好是以色列 那这以色列在研究这部分是真的有目共睹的 大马数字父Dr.Makodian 他也是来自以色列 他就是当初把TAC和CPD定序的这个科学家 那他们在后续的医药大马不管是在取得啊 还是在实际的研究层面上目前都是世界领先 那加州啊 科罗拉多州这个也都是很有名 很早就医药合法 然后也在这上面取得很大进步的一些州 那最后的话他就做一个大的一个统整啊 那整体而言在世界上有最好的 大马合法化的机制的国家 还是第一名还是加拿大 那第二名的话就乌拉圭 那第三名就是美国的部分的州 那当然美国如果联邦合法以后 当然会不会他明智会再提前 这个我们就再拭目以待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这次公民论诈大概就到这边 那希望分享的知识给大家 会有带来一点帮忙 那等一下就换阿扣要上场 所以就阿门 我们明年见 拜拜 拜拜